像我女兒的時候 當年為什麼到瑞士念書 當年就是因為 曾經今天的事情 有一年暑假回來 要帶特別多行李 哇 其實今年暑假怎麼帶那麼多 爸爸我已經退學了 Amazing Talk這個節目是非常紅的 哇 這個搭檔 一定是不是吃喝玩樂都在一起 我們超困擾的 因為我自己去餐廳吃飯的時候 大家都說 欸 Sandra 欸 口罩 我想說 我現在跟火陪我來吃飯 有事嗎 我去參加我小舅子的婚禮 他們都問我說真的 對 你小舅子的婚禮 看他第一次 像我女兒的時候 當年為什麼到瑞士念書 當年就是因為 曾經今天的事情 有一年暑假回來 要帶特別多行李 哇 今年暑假怎麼帶那麼多 我也沒問他什麼 爸爸我已經退學了 哇 好帥喔 他自己就退學了 跟一個男生談戀愛 結果那個男生是別人家 也在談戀愛 所以就特別當地就會噴霸凌 他後來才講這件事情 他就不想念那個學校回來 我說那你現在怎麼辦呢 暑假也過了 你總要找個學校念 爸爸我已經申請好 美國學校了 他說9月5號要飛 大家大師傾 就說一個禮拜大家都要去 歡送他 要請他吃飯 然後這樣 所以我說 身上沒錢 換兩萬塊的美金給他 就送他走 坐飛機出去了 到晚上我在又去餐廳修表演 回來看他怎麼坐在家裡 原機遣返 為什麼 被收到兩萬塊現金 對耶 我剛剛講的 是不是只能一萬對不對 我根本不知道 你太超了 後來我就找個律師打官司 打了很久 那兩萬塊再還給你 我們來分享 就是兩個學霸的經驗 我們從Echo先談好了 Echo我們之前 私下有聊天嗎 成績一直都很好 所以也只能夠有一個選擇而已 就是念醫學習 那為什麼不當醫師 一開始當然這樣想 還滿帥的 頭髮一邊白一邊黑 對 你是關於解決 但是當然了 認真念起來之後發現 不是這麼一回事 醫生其實還很辛苦 還是家裡很富裕 家裡其實就是醫生 所以還好 對 就富裕 還好 我是有跟我爸講過 既然他都已經那麼辛苦過了 那我會覺得說 那爸你就支持我一下 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雖然說我也是先退學 先弄好新的學校 好歹我有跟我爸講 因為我已經沒有學校念了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 因為我爸媽是一名華僑 當年是給我跟他們的印尼國籍 我是沒有台灣國籍的 我只有居留證 所以如果我沒有大學念 我就回印尼中天